的確我們可以把膚質分成大致上是五類 有所謂的油性的肌膚 有所謂的混合性 中性 乾性 還有所謂的敏感性的肌膚 因為早期其實敏感肌膚的人並沒有這麼多 不過在現在族群裡面我們可以發現 大概有五成到六成的人都屬於敏感性的膚質 敏感性膚質的確照顧上會比較困難一點點 常常都會覺得皮膚一下是出油的 一下是乾的 可能在某一些細節比較劇烈的轉換下 他就可能會有一些弘氧 刺激 甚至容易發生一些求疹的狀況 另外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像油性的肌膚 真的是純油性的人 其實族群大概只有佔5%左右 他可能隨時都覺得自己的臉好像出油到可以肩蛋一樣的感覺 那還有所謂的乾性肌膚 他可能一年四季 他這樣的族群大概占10% 他永遠都覺得他的皮膚非常的乾 其實還有所謂的我們說的混合性肌膚 常常都覺得T字部位是比較出油的 可能兩頰是比較乾的 那我們稱作叫做所謂的混合性肌膚 那還有提到說很完美很完美的這個所謂的中性肌膚 其實這樣的族群是比較少的 大概可能20個裡面就只有一個 就我們一般說的5%左右 他可能隨時都覺得其實他的T字也不太油 兩下也不會太乾 那當然那是一個最完美的狀況 那我們所有的 剛說的這5類的這個膚質的狀況 我們當然每個人都希望自己 某一天可以在保養的狀況下 讓自己獲得變成一個比較良好的一個中性的肌膚 我們整張臉來講的話皮脂線分布的比較多的 就是從我們的額頭鼻子到嘴唇到下汗這個部位 他本來天生的這個皮脂線分布就是比較多一點 所以本來我們其實T字部位和兩頰的肌膚的一個特性 本來就稍微略有不同 那可是其實我們也都知道 其實事實上我們混合肌加上敏感肌 算起來的比例其實就大概高達8成左右 不管是過度的脫屑啊 或是說T字部位過度出油 那房間上的話如果要再進行一個更謹慎的一個分類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藉由一些儀器來做一些幫忙 譬如說我們有所謂的VCR的機台 它其實可以透過這樣的機台 讓我們更知道說我們實質上我們臉部的一個比較乾燥啊 斑點的位置在哪裡 那實質上我們比較有出油的T字部位的地方 那到底毛孔的狀況 或是坐穿感菌的一個子質的分布 甚至我們有一些肉眼上看不到的一些 因為紫外線光造成的一些皮膚的紋路 或者是說一些斑點 那也可以透過一些機器給我們一些答案 敏感性膚質性應該是說是一個碎性的分類啦 在早期的話其實我們只做四個分類 剛剛說的油性 中性 混合性和乾性 那新的狀況下才把一群的族群分成所謂的敏感性的膚質 那敏感性膚質常常會覺得自己的皮膚是又油又乾的 一個很複雜的狀況 可以隨著時間而有不同的感覺 或者是說它可以一張臉就可以做不同部位的區分 我們來計數一下在這個區域的毛孔 那我們剛剛有說到說 T4部位的毛孔東航比較多 那也跟出油量比較多有關係 那我們可以來想一下毛孔形成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在毛囊的這個出口的地方 有比較多的油脂的堆積 那比較油的地方 那毛孔看起來就是比較明顯 比較不容易被我們計數到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地方很明顯就是毛孔比較多 那兩家地方的確毛孔量就不多 因為這個地方的確是比較偏乾一點的 的確這樣這個可以符合說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患者它是比較屬於混合性的一個膚質 我會比較建議先以保濕為主 可是當然保濕其實你可以選擇材質 還是有很多不同的 可能這樣是選擇的保濕 就盡量以保濕水 或是說保濕噴霧為主 它可能甚至裡面會有一些礦物質的一些成分 可以幫助皮膚做一些鎮定和修煉 控油的確也可以選擇一些酸類的產品 去角質 而這樣的產品 不管是選擇酸類或去角質 去幫助皮膚的一個油脂代謝 我們可能一個禮拜 盡量控制到一到兩次 不要過度處理 所以其實針對 就是比較容易出油的肌膚 我的建議其實還是先以保濕為主 只要我們的皮脂膜 能夠照顧在一個比較良好的狀況下 其實你的皮脂線 就不會代償性的出油的這麼的多 如果真的就學禮來講的話 我們會覺得其實沒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因為其實說實在 我們在懷孕期的時候 的確我們的黃體素雌激素 就我們所謂的女性荷爾蒙 它是會上升的 可是在產後24小時 其實我們的黃體素雌激素 其實事實上又下降下來 那假設是我們哺乳的狀況下 就是我們那時候的催產素或秘乳素 它又上升的情形 不過這樣的一個劇烈的波動 的確很多人會覺得說 自己的皮膚狀況好像瞬間的 有一些老化 或是就是狀況比較不好 可是我們都會認為 這樣的影響 應該是一個短暫的 其實產後半年 應該就會慢慢回復到 你原來的正常的正軌上面 其實事實上 膚質跟睡眠非常有關係 睡眠狀況好 其實你一切狀況都會比較好 那有些人 可能真的是產後比較累 或是產後它反而比較輕鬆 可能就會造成一個 不同的一個結果出現 油性肌要變成中性肌的話 我們其實就會建議 當然就是要注意生活作息 可能睡眠 那吃東西也要很注意 所有的油炸甜食都會讓我們的皮脂腺 它會分泌的比較多旺盛的油脂 所以油炸甜食一定要少吃 那另外連辣的東西也盡量能借 就盡量借一些 現在的敏感肌有一些 其實是自己過度的一個處理 去誘發出來的 譬如說有人真的是在一個比較乾燥或敏感的狀況下 它可以選了一些固定使用一些酸性的物質 或是固定有用一些像面膜 化妝水去角質的產品 那其實都會加重我們的整個角質層的一些負擔 原因是因為我們角質層 現在說有15到20層的一個 薄薄的角質層細胞在那個地方 可是你過度處理的話 你真的把它快速的代謝 底下了新的角質 它還來不及新生的時候 你就可能會破壞掉原來的肌膚的本身 在日常的一些酸性患膚或是說 像面膜或是去角質的東西 都會建一個禮拜就是一到兩次這樣就好了 那其他的話 每天固定的保濕還是要注意好 所有的敏感性肌膚在進行雷射療程之前 可能真的一定要跟醫生好好的再互相了解溝通一下 因為其實敏感性膚質還是可以建行一些雷射療程 只是常常恢復期都會比其他的肌膚來的稍微久一點 譬如說我們預期一個飛縮雷射可能會紅個兩到三天 那如果是敏感性膚質 它其實紅的時間就有可能會長達一兩週 另外就是誒說有沒有什麼快速可以解救的一個方式 其實像是我們油性肌膚的確可以透過一些像飛縮雷射 或是進膚雷射 其實事實上的確是可以讓我們的皮脂線變得相對的比較穩定 比較不會過度的出油 那油性膚質就可以因為打了飛縮雷射或是進膚雷射之後 達到一定程度的一個改善 那至於說乾性肌膚的話 目前其實的確也有所謂的皮下的玻尿酸注射 或是說其他的一些膠原蛋白的一些增生劑 它都可以讓皮膚的保水度稍微上升 那也可以達到就是一個 減緩這個乾性膚質的算是不錯的一個方法 如何去照顧我們的膚質 那其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其實要隨著季節 或是說時間來做一些不同的一個保養品的一個調整替換 像夏天的話我們就選擇一些比較清爽的一些 水質比較多的一些保溼水啊 或是保溼噴霧 可到冬天的時候其實也有一些比較屬於密封劑 或是Cream啊或是Lotion的材質 比較乳霜乳液狀的東西 在冬天的時候它比較能夠達到一個更有效的一個保溼 其實這樣一張臉的話 其實也可以分不同的區域做不同的保養 譬如說T字部位是比較出油的 那我們就盡量選比較清爽 水質含量比較高的 兩頰是比較乾燥的 那我們可能就選擇一個油脂比較高的乳霜乳液 其實事實上保養還是沒有這麼的困難 其實我們就選擇那個保養品是能夠讓你自己覺得 膚質狀況能夠達到明顯改善 又不會達到刺激敏感 那其實就是對比你來講 是當下適合的一個保養品 那其實就是在不同的狀況下 你選擇一個你自己喜歡適用的東西 那就是好的東西